我现在在这家银行换汇 之前说的 埃及虽然是有ATM的银联机很多 但是根本就取不出来钱 我在好多地方都试过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带足美元或者欧元 我后面就是 可以兑换美元欧元的这家银行 在开罗的市区里面 或者是郊区 都可以找到各种官方的银行 来进行汇率兑换 跟网上查到的实时汇率差不多 只低一个CI左右 CI也就是两三块钱 其实这个汇率是非常非常好的 记住来到埃及之前 一定要换好美元或者欧元 最好是美元 不要妄想着这里的银联 可以随时取出当地的货币 在埃及博物馆旁边的 TalaTabo 这个广场 第一次看到斑马线 还有红绿灯共存的情况 真的开罗第一次看到 这两种交通标志在一起 我终于可以安心过马路了 我现在又要去撑我的流量卡了 我身后就是沃达峰 之前给大家推荐 ORANGE是当地的一个通行商 特别便宜 本地人是70i磅10个G 外地人是120i磅10个G 170i磅20个G 170还是180我忘了 反正这两个数字 就算下来很显密 第一次冲只能冲10个G一个 120也就是50块钱左右 就相当于是5块钱一个G 那第二次冲就是赞摊 180i磅吧 180i磅也就是70块钱左右 20个G 3块5一个G 很便宜了 但是我逐渐发现 我每次我手机器量 只有10个G 11个G的时候 我20个G就用完了 或者说我手机器量 只有7个G 8个G的时候 10个G就用完了 直到昨天遇到 OPPO Realme的小伙伴们 他们才告诉我 ORANGE的流量都是虚的 那我可不可以简单地认为 其实它20个G只有10个G 也就是说它1G 也是需要7块钱的 那我之前看到 其他小伙伴说 沃达峰是260i磅 在机场10个G 那赚下来其实跟ORANGE 有些差个10块钱 那我还是建议大家用沃达峰 因为沃达峰的网点很多 即使是在卢特索 你随处也可以看到 而在卢特索 ORANGE就有一家 在城边上很难很难涨 在开罗沃达峰的网点也很多 但是呢我现在不想麻烦了 我既然买了ORANGE的卡 我就再去冲20个G吧 在开罗的话 ORANGE的网点还是很多的 这里是距离埃及博物馆 大概1公里左右的距离 前天那条街的街口 我路过了沃达峰 再往前走大概400-500米 往后面这个店铺就是ORANGE了 现在这里有一个小的 这种取号的铺设计 按一下这里 就能取出这张号码区 这个看上去是台湾的一个小的店面 不是大的分支店铺 现在有的店铺是不能刷卡 只收信息的 不知道这一家是不是 路过所的那一家只收信息 我第一次看到那家是一个比较大的分支 他们可以刷卡 路过所的那一家呢 是有公开的ORANGE的WIFI 我还可以用用 开罗的这一家进来 路过所的那家还落后 连WIFI都没有 搞定了 搞定了 又充了20个G 175I棒 只收现金 哎呦 我在埃及老是觉得现金不够用 大家还记得我上次在路特索 充了20G是多少钱吗 是170还是180呀 我总觉得他们这里的收费标准 是全国不统一的 而且我在谷歌上 看到说ORANGE有时候 他们员工会私自收额外的费用 当作小费 我没有经历过 但是可以对比一下我上次的收费标准 看看是不是有这么一说 充好就好了 估计这20个G也只够用5天了 也传不了什么事情了 酒店的那个上传速度太慢了 应该是说整个埃及的速度都好慢 现在我要去找个超市买点东西 哎呀 进了一个还算比较本地的干净的博物馆旁边的超市 没有牙膏牙刷也没看见洗头的 然后摘了服饰很好 又在周边又要打车过去 这到底是不是开楼呀 但昨天因为去了realme的小伙伴住的那个地区 起码新开楼是真的挺好的建筑很新 街道很干净很宽敞 挺时尚的一个感觉 看到H&M啊一些shopping mall 在这边我都找不到shopping mall 在开楼的埃及博物馆周围闲逛 无语当中竟然走到了这里 我身后就是阿布迪博物馆 其实它原本是150年前阿里家族的皇家宫殿 现在里面依然存储着从200年前开始 各国献给埃及皇室的珍贵藏品 里面还有一把著名的黄金剑等各种武器 据说大大小小的房间加起来有500多间 总共有4个部分 包括它的主店喷泉狂场 以及他们皇室中最有名的一个坟墓 都在这里面 我刚刚看了一下泪里的照片 其实我觉得就跟普通的宫殿没有什么两样 金碧辉煌 无数盏水晶灯吊成的穹顶 再加上红色地毯铺成的地面 我查一下门票 成人是100i磅 学生是50i磅 要拍照另外加5到10i磅的费用 我就觉得奇了怪了 这里为什么拍照老是要加这些七七八八的费用呢 就觉得很怪 在其他国家好像没有发现有这种费用的添加 反正我就是到此一游 我对这个宫殿历史也没那么感兴趣 所以就不进去了 外面看看就好了 和上次来的感觉是一样 在开楼的市中心 金碧辉煌的内部首位森严的皇家宫殿 而一街之隔就是破烂不堪 年久失修的居民屋 尤其是我眼前的这一幢 上面的墙的石灰外层都已经脱落了 看我后面的这一圈 这一台房子 有些感慨 优优独播剧场上